字幕提供 回到這個動漫戰隊 經過上一節很多動作翻之後 今節比較集中一點 第一套是很溫情的 組長女兒與保母 很溫情的一套翻 講述一個日本的黑道 Yakuza 有一天她的組長托了女兒去給她 主角就說真賭 武道之龍 武道之龍 組長就說我能夠信任的人 那個人真的是好兄弟 說要去照顧她的女兒 那女兒就回到小學那種 中間講的故事就是她怎樣跟她的女兒相處 因為她原本是一個好像人中之龍的真賭 那樣瘋狂的人 即是瘋狂來的 現在無故叫她照顧小朋友 要適應 你會看到她的人是很大的轉變 原來她是一個很好的老爸 這樣就是去做 發得悲減 因為有些事情她爸爸就不方便 如果她去學校那些 那些老爸真的穿得她 真的是組長 怎麼出去呢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去幫忙 那她中間呢 很日常看見那些溫情藩那類 即是譬如說 平時在學校遇到些什麼人 做了些什麼回來 有什麼去幫她解決 幫她解決這件事 是這一類的溫情藩 其實是好看的 不過呢我就覺得 第一 就是她這裡的黑道 完全不像黑道 起碼她們組的那班 就完全不像的 沒有什麼去描寫她們黑道那一面 即是不是早上去砍油 那些不是那種 就算去砍油 也只是一句交代 就說我出去做些事情 但完全沒有交代過她裡面 其實是做些什麼 就是輕輕地大過了就算 有個位置我比較失望 就是她從一開始的雜數 其實經驗久不久會有些鏡頭 在那裡騷擾出來 就在那裡說 有個人 真的霧倒之龍 我真的想你復活啊 那些樣子 你以前那個狂氣的樣子 才是最美麗啊 最漂亮的那些 每一集都會說這些 就好像有些陰謀 在那裡詭計 在那裡想 就想一下 到底會不會是最後大event 弄一個出來 就是搞到好像 人中之龍那些 在天台脫衣打那種感覺 然後呢 那個就像阿瑤一樣 竟然現在白松花 有少許像阿瑤的 哈哈 哈哈 是知道的 他比較有趣 對 但是最後那個大event 就是阿優妮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又不是敵祖的 其實是 隔離祖 隔離祖 但是很想霧倒之龍復活 慫恿一些在十年前 被霧倒滅了祖的舊成員 去挾持白松花 第一 就覺得你挾持白松花 你不想生 你不是真的想死 那個還是組長嗎 對 組長的女兒 然後還要挾持著 有些人就說 想挾持就 直接打霧倒 第一 就突然拖著白松花 看到他在那裡 一下子 就 一下子扯了 然後白松花流血 那就糟糕了 那就糟糕了 霧倒之龍真的復活了 兩下散手 打到他斷骨 在對面的人三隊 拿了槍出來 就想拍糕 就想拍糕 好在白松花那一刻 就叫著霧倒 有一點點聲音 就讓他回復人的意識 作為人的意識 回復這樣 就收了手 阿優叫阿童三馬 是啊 但是霧倒就對自己 非常之失望 竟然在大小姐面前 重現他這個黑道組織殺手的面目 回到他之後 白松花幸好又沒事 只是入院 治療下就沒事 但是他就跟組長說 我對不起你 我竟然是這麼失態 我要離開這個組織 那優理在旁邊的位置 嘩 厲害 你終於變成以前的霧倒之龍 就是剛才那條契弟 當然是過去掃你牆 就是現在搞我 於是你搞的 就過去掃你牆 是啊 你想我復活也是想對垃你 你這麼想的我成全你 還有一個畫面是很迷的 就是阿霧倒坐在天橋底 看到優理走過來 就說你終於復活了 然後阿霧倒是一槍砍他的 噢 但是下一個鏡頭 阿優已經翻了車 即是他的腦子 就想著一定要打他 但實際是沒有做到 所以那個位置 他也都很快地解除他的心結 我覺得是有點快 即是角色不是有點高開低修嗎 是啊 因為其實你鋪了前面這麼多集 你以為他是要搞一大2v 即是想要上天台脫衫打 那是要 但是到最後 你弄損了大小姐 然後就收手了 那你的計劃呢 沒有計劃的 他復活了 搞定 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人中之雄是這樣 那真的會被人吵 那這個遊戲應該會 是啊 那他也有說少少 就是說他老大 就叫他就住你 因為理論上是同組的 同系的組織 流去的全屍 但是問題是 你都搞到別人 阿呂這樣下來 你是不是可以去盡少少 即是組張過去 啊 你生業沒有左手 沒有右手 應該是這樣 原本就是 就是霧島想過去青人場 但是呢 是他們的組長 就叫他說 這件事不用你搞 我跟兄弟去掃場 不用你自己去 因為他原本想著 自己隻抽 就是同身一馬 那樣 但是就 那他自己 其實這個位置的 struggle 都好看的 我是失望 是失望旁邊的那個 你沒有計劃的 是巧克力來的 即是想不到真的這麼廢 如果那個有些份量 會好一點 是呀 如果你真的有多些計劃 或者多些事情搞 會好看一點 或者想聊天 就隨著三打翻次交 那也好一點 最基本 那你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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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一件番薯兩件蛋散 你不覺得是有什麼威脅的 他還要說到他那些fire boss 但其實中間有一個 說很害怕他的 阿武島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他經常到處打架 尿士兜飛那些 那些人過來搞他 說他好打那些 那些 然後有一個人就在那裡 有多好打 砌過看看 然後就被人瞄了 然後又說有童年陰影 看到他就害怕那些 其實跟這些level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他那個所謂大boss 其實我覺得是 在人中之龍道 不是天台剝衫那些 他是平時在便利店門口打 打入便利店打 打完便利店 不讓你再出入那種人 而且他現在這套 真是人中之龍 是走逗逗逗 突然人走逗逗 後面那邊有人過來打拖他 然後打拖他 你打拖他 就給錢你洗 你支持回復仰你 根本就是 一顆洋 可能作者喜歡人中之龍 又要說 毛島和八松花 或者他們組裡面的互動 是寫得好的 即是他們的人物關係寫得好的 或者他有兩段的回憶是寫得很好看 包括舞蹈自己本身跟他媽媽的回憶 或者是百重花的媽媽 他跟舞蹈之間的互動和組長那段回憶是寫得很好看 好看的 我就見到網上的留言說會跟之前那套雙合之物比較 但我自己覺得兩套東西的性質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套真的沒有壞人的 這套是擺明說壞人的 他們全部都是壞人的 雖然那些壞人就完全不壞了 對面那些是廢的而已 小運運的而已 但是我覺得不算是很相近的回憶 就是給你的觀感會不同的 兩套都好看 這套差不多了 接著到另一套是逐季作品 我記得你們也挺期待的 就是影札的第二季 我們說過第一季的時候 就說他最後揭回他的大招出來 其實是令到我們很有追看的動力去看的 接著轉到第二季的時候 都是承接之前的事件 被人承認了他們是家族的一份子 繼續在生活的時候 開始要運用他們的替身能力 沒錯 這個替身能力戰鬥開始了 終於 GYG 你不要用藍毛毛演奏會開超級 說得不可以 他裡面說不同人有不同的替身能力 有些是遠程操作的 有些是力量型大陸近身的 Ora那些 Starpaneum 他沒有玩到那麼明顯的 即是類近這些超能力戰鬥 有沒有停止時間 暫時沒有 OKOKOK 他那些是灰的能力 他沒有去到那麼誇張 沒有去到那麼誇張的 暫時 其實整套東西他的懸疑感是做得很好 他裡面是在查案 或者是查一些事件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是很好看的 再加上他後面其實他鋪了一條主線 開始越揭越多東西出來 其實感覺是越來越好看的 即是到後面是真的 再加上一些替身戰下去 Overall的感覺是比第一季更好看的 我就免得說太多劇情的東西 因為始終都是劇情為主的 那些位都是 那我就不想在這裡透大 願意的東西我們就多數不會說太多 是的 那我就覺得是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題材我覺得挺好看的 嗯 就是剛才說替身能力戰鬥的畫面如何呢 畫面他本身在第一季來講已經做得不錯了 這季也保持得到 他第二季 即是我沒有看很多 還沒看完 但是他真的替身的那些位置 解釋得細緻 因為你這些戰鬥最重要是大家清楚 狂術嘛 是的 Speed Wagon 即是他沒有狂術 但是他本身在想那個能力 以及各種能力的發現是不錯的 林哥你還沒看到 後面真的做狂術的 哈哈哈 我真的是Speed Wagon 哈哈哈 他就說 你不行的你不可以用這招的 他用這個替身能力 你會拿東西的 然後就說 那你就用哪一招去拆吧 不可以跟Joseph 不可以用這招的 你會輸的 他後面是玩到這樣的樣子 你不可以用這招的 是OK的 是好的方面 有唱可以繼續觀看這招 然後到另一招 幽靈幻鏡 好像是湯淺那一招 沒錯 我又追上了 這一招的畫面風格 好像我在新版的時候說 是很特別的 但是同時它是比較簡化 或者我會說是電波向 因為它說是一個AR的世界 就是說他們身為一個城市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用網絡 Like 或者其實他們的資訊 被人Sensor 得很厲害的 而女主角就是因為一次意外事件 其中一隻眼可以看到沒有被Sensor 那些東西 因為它是說出生就被人直了一塊東西的 是啊 它發覺這個城市有些都市傳說是很奇怪的 就是有些資訊是沒有了 或者有些人當是一些遊戲 但是實際上是真的有人失蹤 或者其他東西 那它自己犯規就被人迫到去跟其他人合作 它所謂幽靈的意思 其實是因為你自己的資訊去到零之後 它就真的好像幽靈那樣 是沒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哦哦哦 就是它發覺其實這個城市 有一批人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是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變成了一群好像鬼魂那樣的 而它們組織了一個生活的區域 而它慢慢就會跟其他這些很特別的人組成了一個偵探社 嗯 就幫人去查這個城市不同的案件 我覺得它裡面寫的每一個個案 或者它整個主線砌出來是非常有趣的 我提一個 它說它有一次有一個都市傳說 嗯 說在這個城市裡面有一個很好吃的拉麵店 嗯 就是整個城市都有傳了的 但是呢 如果你細問的話呢 你是發覺不到是誰傳出來的 哦哦哦 那麼它們幾個人就打算查 因為它們跟著主線 發覺有些資訊 不知道為什麼傳遞上面是很奇怪的 它就跟著這件事件 最後追查到呢 例如傳聞 不知道三姑姐的朋友的同學跟它說過 然後它不停地追查下去 嗯 發覺那個拉麵店是真的存在在一個特別的區域裡面 那個拉麵師傅是一個機械人 哦 那麼它就問它 啊原來真的有一件事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它就說 我是創建這個城市的其中一個AI 我研究了一個議題就是說 人類對於傳聞的喘息是怎樣 嗯 就是說你們來吃到這個拉麵是因為你們肯研究的來源 嗯 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不研究的來源 嗯 我覺得它說這件事很有意思 對 而且它是把這個事件拿回主線上 嗯 所以它其他幾個角色 例如有一個是採輪椅的阿婆 但是它是輪椅會變身的 嗯 但是它好像以前有一些很特別的事件 它也有一個就是它偵探社的先鋒 它是不可以用任何它是AR科技的人物 嗯 那麼直至整個主線 儲到最後那一兩集我覺得是非常好看 它們是被人追捕 它們揭回所有的事件源頭 原來在天空上面的一個城 嗯 是它們這個城市的創辦人住的地方 嗯 它們排除萬難飛了上去 嗯 但是 這套東西最後一集是趕到混蛋 嗯 我最後一集是看得很開心的 真的排除萬難上去那個城 然後最後一集它用了不夠三分鐘解決那件事 嗯 即是如下時間後日談了 後日談了 即是三分鐘搞定 然後就已經OK了 那女主角又跟她的父母重聚了 其他人是怎樣 最後整個城市都回復正常 我是覺得整個城市很浪費 嗯 它明明可以多一集呢 讓它慢慢去做一個鋪排 去令到這件事可以更加有意思 但它竟然是最後三分鐘搞定的事 我覺得很可惜 是 但它前面也是保持著好看的 是前面保持著好看的 而且它的主線和支線是 差不多在一起 去引導它最後天空之城那件事 嗯 很可惜 整件事很反高潮 嗯 即是它說的所謂演算法 它說的那個意志 或者你個人想做一些事 是不是網絡給你的意思呢 還是你自己的意思呢 其實是說的挺有趣的 嗯 但是最後就竟然去到這樣 我有點失望 即是可惜的尾 聽起來應該是 是啊 嗯 那推不推薦人看它 你喜歡它的風格 我推薦大家看的 因為裡面有些小故事 或者它描述的人物是有趣的 嗯 不過它那個風格 我覺得不是個個受的 一個畫工 不是個個受到 因為其實我 我自己就想著看 即是我觀望 真的 因為其實我看畫面 我不是太受到的 是 即是現在你聽完 你講畫好的話 我可以看一下 我會找你看看 嗯 那這套差不多先了 那去到今節最後一套 講的作品 就是歡迎來到實力 至上主義的教室的第二季 上次都講過了 這個作品 我記得那時候在法庭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它頭的雜數 D畫真的太離譜 有些畫都崩到真是 有些重要角色都真的看到 嘩 真的 幹什麼事這樣對你啊 那個角色是不是得罪你 還是沒有講早神呢 為什麼這樣對他呢 是不是要引返那個Meme 實在是太醜醜了 太醜醜了 他真的很醜醜 你扔他下山了 問題是他人前半才是漂亮的 但是前半就不斷出現這個情況 這畫可能這個鏡是漂亮 下個鏡子就突然抓到一個混蛋 有些奇怪的東西會出現 那這些作品就是 前半季很不穩定 但是不可以說是很高水準的作畫 其實那些作畫都是保持著OK的位置 但是它叫做沒有跌到某條線上 就在OK的位置 但是去到尾那兩三集左右 有個位置也真的做得挺好的 總之這季劇情大概就是 說他們要贏到另一班的東西 不斷升上去 那D班就是跟C班不斷困 因為C班是獨裁主義去統治的 他是用爛仔去包裝C班的領袖 那他就是高壓去統治 會恐嚇其他人 會做很多混蛋的東西 而他去到這季尾那裡 而那個男主角不再做模擬黑手 真的自己出來認了 然後就跟他打 但是那些事情其實也是由男主角計算了 然後他那次真的要動操 真的要去打 在一個蓋著地盤的樓 一個打四個 去救另一個女角 他一個打四個的一場 是打得異常地好看的 嗯 那些對策 那些格鬥技都做足了 即是怎樣人家打中他 或者他怎樣 counter 人家那招 打回頭 怎樣人家打中他 怎樣避避或者怎樣擋招 全部做到 那些動作是看得非常清晰 所以是做得很好 那一場打氣是 某程度上那天有些意外 是去到尾那裡 突然間可以給到這麼高分出來 那個位 他是不是真的留了前面的預算 用來這裡用呢 其實我看有一點的感覺是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位 可能真的扔了給某班人說 即是外判那些 可能外判了給某些人說 那或者某些studio說 那些回來的品質就不行 有些可能自己很重視去跟回 就可能可以保持 有些時候 那些角色對話的情況 可能這兩個鏡子 OK正常 下一個鏡子 就沒有頭髮漸變的效果 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應該真的外判那些隊伍 現在幾個人相信可能是有這個問題 那 叫做後半是捉回好的 雖然不算是超美的作畫 但沒有跌下去很噁心 在合格線已經OK了 對 合格線的後半 而故事就是 你一直覺得是吸引你想看他怎樣收下去 當然我也是經常說的 這套東西輕鬆看就OK 如果有很多位置 你針得很小的 其實那些東西好像是有些少少 你說了 即是 男主角你說他計了那麼多一部 那你現在倒轉來 完整件事 你說他計了那麼多一部 那你一定說得到 有計劃通 是的 但如果你當 如果你不這麼針著的話 那件事也是OK的 甚至乎 現在完了第二季 我自己都會很期待第三季 你甚至要第二季的尾 已經是留了第三季 要跟誰搬誰去困 那些東西 所以 都很期待想看下去 但是 這季其實 你前半的作畫有時候 令到我 好像突然之間 不太投入到 因為 你的作畫突然跌到這樣 我好難不吐槽 那位是 我好難不出聲 但 其實那個故事是保持OK的 就是 保持一些東西你想看 會怎樣發展 所以 做得算可以 我覺得那算是做得 OK的 很期待下季 希望製作質素可以穩定 起碼它可以由法庭到這裏 是的 但有些是由其他部分跌到法庭 一會再說 因為有其他更緊張的東西 這台其實真的不緊張 中間是作畫穩定 而且最重要是 它的故事本身一定正正的 你說是否很精細 我經常說 不是很精細 有些是對它說完 有些時候 你如果不要浸到太細 降了像Deafloak那一隻 鬥志就不到了 但是 你輕鬆地看其實是不錯的 這些故事的東西 所以都期待第三季 希望第三季的製作質素可以穩定 不要浪費這套 現在基本上 一條龍鋪到下季 要跟哪一班人 那一班去 那幾名 我也會期待 我會期待 所以 由法庭回來 這套 這套差不多 而這節的時間 也差不多 我轉個頭回來 會講一些動作類的翻組 幾套動作類的 即是動作較多的 第一套是少年熱血打鬥 沒錯 很多招式 那一套 真的厲害 那一套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動漫戰隊時間繼續 上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